全教总退出年金改革委员会 但是我们是更积极的去推动年金改革 年金改革到底要怎么改完整方案还没出如前 全教总却在7号先开枪 表示他们不满会中其他委员的侮辱跟谣言 决定要退出年金改革委员会 这是首个退出的团体 对蔡政府来说在军公教游行后再度承受重大打击 对于接下来年金改革委员会的一个进程 我们几乎不抱任何希望 所以我们才会在这个时候来宣布退出 看看是否有可能可以留下 或者也有没有推荐其他相关团体可以代表 全教总表示蔡政府对于目前军公教 以及劳工阶级的对立要负完全责任 并且痛批年金改革会议 已经沦为某些委员的秀场 让他们质疑委员会失去加值 不过全教总强调 他们赞成改革并且再次驳斥外界流传 他们要求官甚至是政府侧议的说法 不断的在散播谣言 在抹黑其他团体 这个指控的人请你拿出证据 否则就请闭上嘴巴 其实从全教总没有参加九三军公教大游行 就可以看出他们与公务人员 理事长李莱希等人之间 的确并非站在同一阵线 军公教各个团体彼此间暗潮汹涌 在政务委员林万一 日前表明政府会挺得住反弹的强悍回应下 各团体更是表明各有盘算 年金改革大会 下次怎么开格外引人瞩目 优点TV王彦均雷光涵 有长话台北报道